中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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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讲一些和中产有关 和关心的东西 因为中产党才有资格 去享受和关心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年金 又再次 嘗試去推广 今次有几样不同了 第一个就是 总额上限 100万提升到200万 最多日后可以 11,900多 和之前只有5,000多 就有个不同 一个月有一万多元 都可以生活 第二个就是 这个和强积金 第二个就是 全年都推广 以前很厉害 以前用Ibon的做法 只是申请期限 每个人都不能申请 现在整年都可以随时申请 其实很合理 为什么搞到现在才做 现在才做 第三个就是 跟强积金好像年常有关系 但我现在未清楚是怎么办 因为它说年金的供款 就可以免税 我不知道是否现在可以有些 即是它会准备计划 有些计划 可以提早公定年金 但当然跟我们直接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还未去到 可以买年金 但是就是 那个强积金的免税額 就由现在3万元 就升到去6万元 其实现在我们每个月 最多供1500元 将来现在看它的款 就是未知会不会提升公款上限 但它会容许你自愿公款 以前也有自愿公款 以前的自愿公款 就不让你免税 现在可以额外公多3万元一年 就可以免税 但另外我听过 首先申请暴力 不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我跟主席 是黄浩佳 是朋友 所以我也有很多交流 就是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 C3和我的朋友 常常觉得 我又有资亚哥的派 又没有什么 你为什么要纏在黄浩佳 那黄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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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 但是 所以他觉得 应该是犯 总之就是 取态 背叛斯门 这两个 总之就不应该有 那应该是搞死他 你这么像那些泛民 你纏在那些本土派 你就是鬼 你资家哥 你纏在那些 强制金就是鬼 是的 但我的看法就是 职金局 是在政府的一些 独立的 独立的 公司来说 他们的工作 是相对 我跟他们接触过 他们的感觉 是不错的 他们是很肯听意见 很肯听 不是我的意见 很肯听意见 为什么一件事这么坏 你以为 如果说取消 他们就不肯听意见 是的 我最想要取消 他 他有很多事情 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因为他有一些原罪做得不好 要改变 改变 你只能看到他一步一步做 就是 你这样 前提 如果是让我做行政策 那些人 你不踢下台 那些人 就有这个尷尬 就是说 我们对政府 什么鬼都犯 他做什么 总之就是希望搞到你 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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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当的时候 建制派就会说 或者现在可能民主党 既然我们搞不乱当 他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意见 他 希望他可以是 改好一点 我们不应该招讨 我不计 我不计 我想我取态 会有点 所以他做的事 我会倾向尾性分析 我对强积金的反感 有几样 第一 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老闆就缩骨 不供强积金 最后的结果 凌炒我那几个月 因为他蚀大钱 所以就继续了 好 都继续了 那几个月就毫给他 接着我想整合户口的时候 很麻烦 你转了几次工 就有四五个户口 接着他要我 寻信去强积金 他要我宣布放弃 不再追究我老闆 没有供款 先给你整合 我心想 我其实不介意签这些 但我心不甘情不弱 明明是我老闆错 为何我要放弃我的权利 才可以整合到我的户口 真的很离谱 虽然我老闆也走了房子 但问题在这里 第二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 有这么多港股基金表演 只有一只跑赢刑副基金 你怎样 人们都计过 如果你用强积金手术费 和刑副基金 你长远要输四五个百分比 你长远要输四五个百分比 再加上的厌金局 你说他从事如流 也不一样 他现在跟我说 虧钱云到 要增加手续会去填 哈哈哈 但是你几样东西 都很难理我 对这些东西有好感 其實我跟私生學會有一個不對的 我認為政府是應該鼓勵人存錢的 例如年金 鼓勵誰人存錢 所有人存錢 例如年金 設定了一筆錢 而那筆錢是免稅的 等於將來什麼時候提的 你沒有入息 那時候是收入 那時候再算稅 例如我以前在加拿大 你也有相似的安排 我現在存錢 你免我稅可以嗎 我每年有 那五萬元是免稅的 我不用那五萬元 你不要理會我做什麼 總之就是不用的 你覺得怎樣是好事 你猜是存錢 我看過行為經 Taylor說 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是儲少了錢 而我們老人家的時候 都傾向花少了錢 其實一個退休金的制度 是令到你可以平衡 我又要反對一下 因為Taylor其實都是我隔離地區的人 雖然他不是資家科學 不過是資家科學 他是資家科學 他是在商務院 但他那些是很有問題 一方面 是否老了 儲少了 洗少了 是對的 但很多時候老了 洗少了 不是因為他睡醒 不夠錢 所以洗少了 很多時候老了 洗少了 因為他時間多了 他不需要外出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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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享受這件事 例如我外出外上班 我外出吃飯 我不用外出吃飯 所以很多消費 其實不是因為他突然間 覺得沒有收入 只不過是因為他用的時間不同了 我想這樣說 我自己的意思是 你嚇壞了你的收入 即是說現在你後生的時候收入多些 老的時候收入少資 我設定了一些 那堆錢是我老的時候 我老是沒有收入的 我留在那時候 就不用交稅 明白嗎 我後生的時候 本來有20萬 我一年賺100萬 我留下10萬元 等我65歲的時候 退休的時候 我才用 才用 那堆就不用交稅 因為有免稅額 明白嗎 這個純粹是稅務安排 在美國這件事不是太好 就是說 就算是鼓勵用稅務優惠 去鼓勵他 年輕的時候 儲錢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 那些收入 到你老了 拿錢的時候 他一樣當是收入 他又抽取 不是的 因為有免稅額 所以你會有不同 我零收入和什麼 有免稅額 明白嗎 老了沒有收入 拿這塊錢 當收入的時候 你也有免稅額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除非你說到的 討論 好像你說的 因為是行為 他是儲少了 如果沒有儲少 他儲得正好 他那個人的收入 你管理我 我儲的時候 我是儲多了 不是 因為老了的時候 你的收入是少了 多數都 收入會少 普遍來說 你一個人三四十歲的時候 很當打的時候 你收入會高一點 我明白 你也是一個 絕對理性的角度 看待 你如果在強制金 那裏儲多了 你其他地方 就會儲少了 但是我反對強制金 我記事之後 那個人 應該可以自己決定 買什麼 當然是政府浪費了 我覺得 只不過是政府 需要不需要干預 很難特別我年輕人 我想去玩 我想去玩 我想去跳舞 他年輕人二十三十歲的時候 那你要我沒有錢 然後你才給我 那我 我說是選擇 我現在說選擇 就是假如 你用免稅的誘因 而不是用強迫的方式 明白嗎 所以我強迫的方式 明白嗎 我強迫的方式 現在你有錢 你賺了 就馬上賺了稅 你不用交稅 你只要有錢 就不用交稅 我都明白 這個可能是對 省到稅的人來說 那就是他有利益 但是對整體的社會 是不是更好呢 如果是這樣 不如大家都減稅 那就是這樣 我有一個基層的角度 雖然我說是中產 我心態是一個基層 我都會有利的 這件事 我都會做的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你開了一個字 我一向都想要儲錢 大哥 我以後每年儲多三萬多元 我一放進去 就已經免了十七點幾個%稅 你就算手續費 不知一年扣我幾個% 情況就是這樣 情況就是 我不認為應該是強積金 這個就是我以為 你儲錢而已 我用什麼給你強積金 我都同意的 但就不同了 因為他之前說過 行為經濟學的事情 其實有一個說法就是 除了行為經濟學的人 是一個原因 因為他儲少錢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一些政治經濟原因 就是我年輕一點 是用多一點的 到我老的時候沒有錢 政府沒有理由看著我 老人家撿紙皮 不夠我 有這個所謂的 道德風險的 討論 就是逼你措錢 但老的時候不要坦白 這個我覺得香港人不需要擔心 這個不需要擔心 但這兩個討論 都是支持去逼人儲 你先聽我說 不是 我引誘你儲 我引誘你儲 稅務問題 兩件事我都可以解答 第一 你說會有一個道德風險 搞到現在人不儲 將來什麼 香港的老人福利 折舵到這樣 你拿了錢都要撿紙皮 你怎麼會信得到這個政府 沒有香港人會信 這個政府養得到老人家 回答周生的問題 大師就說 你鼓勵好 我在一個基層 其實我很討厭這件事 就是越有錢的人政府津貼越多 對 這麼不公義 我都不用交稅 這些人不用交稅 有幾大部比例的人不用交稅 他不交稅 你的優惠我都領不到 有超過一半人 現在最慘的 你政府經常針對什麼人 針對最有錢的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就是那些可以拿六萬元出來買強制金 還有那五十個百分比很窮的人 就是公屋、中緩 各式各人津貼 你有沒有理過中間的二三十個百分比 有五百幾百分比 四十幾個百分比 三四十個百分比 那你中間的幾十個百分比 你從來不記得中間的幾百分比 他又不用交稅 他沒有錢多供幾萬元強制金 他臨老 又沒有公屋 又沒有什麼給他賺錢 但他有公屋 都沒有公屋 剛剛沒有的 你政府最欺憾就是這件事 你永遠都是照顧最窮和最有錢的人 中間那一班 你就覺得 你中有機會會有錢的 或者中有機會會摺墮到 你會不會有錢的 你會不會有錢的 那我永遠去中間那怎麼辦 為何我覺得這件事 對中七來說是一個好的措施 連金也是 連金也好 強積金也好 都是好的措施 比你強迫我增加上限 現在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增加供款上限 我就很討厭 因為我不喜歡被你逼 但你說你免上來有因去推動 我就覺得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以社會公義來說 你就是永遠忘記了中間那一班中下階層的人 這班中下階層的人是越來越多的 申請不到公屋 但又沒有交到最高稅階的人 而這班人就是社會最不安最躁動 搞到焦土本土的來源 現在公屋問題 又說回公屋的問題 是令到一些有公屋 而是再窮一些的 生活好過的 那些務工好大有錢的人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而你強積金免稅 令到本身已經超越了 這班中下階層的人 他可以更加拉遠的距離 拉到很闊 而中間那班人 就是窮者越慘 富者永遠都追不到上面 這是公屋造成的 一個資源浪費 一個租借消散 這是要說 但是你強積金免稅又何嘗 不是一種租借消散呢 你都是用公筒去津貼最有錢的人 其實是消散得少一點的 那些東西是消散得少的 可能有人說 那些基金免稅放多些下去 不就是基金免稅收手續費 這個就是問題 不是 強積金的原意 我不反對 我只是反對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強積,第二個是積金 OK 即是強積才反對 剛才我講了 你自願不都 還沒講完 現在積金局還要虧錢 你怎麼搞呢 你搞這些東西 令到這塊 旁言巨蜜越來越大 然後那個積金局主席要拿幾百萬一年 怎麼搞錯 所以他才跟你打拼 不這樣很矛盾嗎 主席沒有拿那麼多 是嗎 主席有多少 四五百萬 你真的跟你打拼 你真的跟他打拼 四五百萬 我看過他剛才不是拿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即是幾十萬一個月一年 還是幾來一年 應該都幾十萬一年 起碼都是曾駿華口中的中產 但我還是問回那句 不是 他只是這份工幾十萬年 不是 他有幾十萬年 他是其中一份工 都是問回 你現在一方面覺得政府不應該干預 但你又覺得這個積金局做得很好 我不是說得很好 他是願意 那你還有什麼意見給他 如果你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有什麼 我一直都反映給你 就說 和大家完全是符合的 就是你與其是 之前在談話 要迫一些人再工多一點的話 我就不如說你給他誘因 給他多些誘因 然後就引導他 就不要 有些人不想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最後 如果那個原因 是因為想低收入的人 退休的時候多夠錢的話 那些人是從來 永遠都不會負責 永遠都會負責 所以曾祝文 經常都想連年 擺六千元去那些 那些 那些 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我覺得 剛才還沒說完 因為你都不讓我講 就是 積金問題 就是積金問題 我說第一反對 強調到積金 其實你給他儲錢 那些人想買是強積金 低期存款 不行嗎 不是政府就是信不過 買藍酬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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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規定他做一些事情 明白嗎 你規定他 你要是買年富基金 要是定期存款 要是買樓比收期 買了之後就不拿出來 你就賣了 即是那些錢沒有人賺錢 你那些錢就不拿出來 要是就是 破產都不能拿 破產就是破產都不能拿 破產都不能拿 破產都不能拿 就像他一樣 然後就是 或者藍酬股 那幾十隻藍酬股 你才能買 而且每年只准 變一次 你不准今天炒明天買 你不准 每年只准轉一次 但他開頭的意識形態 就是想給市場搞 現在不是市場搞 現在是市場失敗 你見不見到 他不想政府主導 我只能給你買幾隻 那現在只能支援 再加強資金 於是視乎 強資金裏面 市場出了幾百隻 這些不同的基金 比別人選擇 你現在可以規定 你可以基金是一個方法 你可以一堆基金 指定基金 你都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 拿些錢來做定期存款 或者賣淫富基金 我用歷史的角度說 當初為什麼會用基金公司去做 他就是信不過 一般小市民的投資眼光 覺得這班人是不會投資的 到最後 你搞到最後你都賺不到錢 或者是虧錢 那你就又到時賴這個強資金 那你不是說過後面 其實有些是類似定息的東西 但是他扣了手續費之後 就是一直拼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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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你不需要監管 我傳遞到Kelvin的說法給你聽 他就是說 喂大哥 我積金局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要出錢 我不是 搞些手續費 這些路路出來 我怎麼養住人 你看看現在的手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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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但現在時間真的很有效 我原本還未講年金 下次再講